第二点吸引我们的 跟我刚才说的 它涉及很多心理学存在的 而这些心理学知识呢 确实现实存在 也有迹可循 可是却不是我们普通人的 经常接触道理 而且这种分析呢 往往特别有道理 你听完之后会恍然大悟 你像沉默的高阳里边 对于这个连环杀手水牛比尔 到底他为什么 要杀这些美丽的女孩子 又把皮给剥下来 这是为什么 找到了这个心理学的高手 也是变态杀人旁的 汉里边 汉里边给解读 说这个人呢 他有一桩皮 什么一桩皮呢 就他本来是个男的 他平常就愿意穿成 女人的样子 穿裙子啊 脱口红啊 他心里想象自己是个女人 他虽然想象成是个女人 渴望是一个女人 可是呢 医院的大夫呢 却不肯给他做变性手术 所以这种心理激情压力 给他逼着逼着逼着 走上了这条照 干嘛呢 把女孩子杀死之后 把她皮剥下来 她剥皮干嘛呢 用女孩子皮缝织衣服 穿到自己身上 满足自己 心里上是女性的 这种牛曲的欲望 所以汉尼巴尔是通过这个 一点点分析 在心理上 找准这个凶手 这么作案 目的是为了什么 其实这个呢 在不少的这个 跟侦破呀 潜伏啊 有关的一些影视剧里 都有体现 你像有一部电视连维剧 叫《黎明之前》 他是共产党 他一定会在此出现 你们一个一个 谁都跑不掉 咱们很多朋友都看过 吴秋波在里边 演的卧底刘新杰 他潜在的对手 第八局局长谭忠树 林永健演这个 他就专门找了心理学专家 给这个 在第八局卧底的 这个人 做心理画像 什么要心理画像 就根据着卧底的一些行动 包括对卧底行为的判断 给他在心理上画一张像 这个专家就说 一般来说这种卧底 它的压力很大 它承受这种压力的时候 它需要一种排解 所以往往卧底呢 容易有这个酗酒啊 吸毒啊 这样的毛病 它为了排遣压力 第二个呢 这种卧底风险特别大 如果他有家人 他卧底不方便 家里人知道了 又不能像一个正常潜伏的人一样 那么会伪装 所以往往这样的人单身 他没有负担 那么 谭忠树谭局长 就根据心理学家 给卧底这个心理画像 确定 在咱们第八局里头的这个忠诚杆尔摩 只有这个总务处处长刘新杰 和情报处处长李不涵 他俩 有这个倾向 为啥 两人都独身 两人刘新杰好喝酒 李不涵那边呢 扎马飞 所以最后你会发现 刘新杰确实是卧底啊 所以从这点来看呢 这个心理画像 是相当有根据有道理的 再有第三点呢 就是连环杀手电影 最后一定要揭示这真相 否则大伙糊涂着这肯定不行 那么也就是说 我们被这个连环杀手呢 在一整部电影里牵着鼻子走 我们也像这警察一样 东一下西一下 找不准头绪 最终 波斯抽检一点点的 把这案子破了 终于我们知道谁是凶手 而且层层推理 一环扣一环 那么当结果出来的时候 我们会感觉如释重负 有一种一下子 把憋屈的心情 释放了之后那种快感 而这种快感 在看完之后走出电影院 可能感觉更强烈 就是它刺激了我们的神经 让我们感受到 电影艺术给我们带来这种 巨大的冲击力 和这种愉悦感 所以这也是非常重要一个原因